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在山东西南法园审理 审庭上就播放薄熙来的妻子 薄福开来作工的录景片段 对于证人随名指定 为国家提供金钱上的见利 薄福开来作工的时候就说 薄熙来应该知道 薄熙来的案件在西南市中一人民法院第二日审讯 是早上大约8点40分开庭 开庭之前有车队驶入法院 照早就薄熙来受款外险进行调查 但南中院继续透过微博发放评审的最新消息 包括国家开来早前的证词录像 他讲述现职商人随名的经过 这样的证词录像 对 这个感觉 所以有时候我们买这些东西的重要的时候 比如说 当时那个 到了平常的时节的时候 他会用一样最高的稍微最高的 最高的快速 这是一个天哪的一日的 病人说天哪的电动 更便能够多出 因为 以后 他会用一个 其他人 不是来的 地方是 地方是 的 公司 的 在这些 小事 电话的商人随名之前在城上说 在去年的1月27号 当时的重庆市故事长王立光想透过他 找薄熙來跟薄菇開來說,不要讓他聲揚佛呼 還說這樣做,他為了黨和文准大義做了一件大好事 還說如果不去,就是發生一件冬天凍地的爆炸事件,復水難收 徐明說,第二天王立芬跟他說,說向薄熙來回報薄菇開來的四大罪狀 包括在英國四人見得,王立芬問這些事都來承諾著 覺得跟薄熙來談得很成功,徐明說王立芬都不很興奮 他認為王立芬的心眼太壞,這樣做是因此領導薄熙來 之後在去年的二月就發生了王立芬半徒事件 蒙熙二事件就在一里噴落過道 你們的事都犯法的嗎?我幫你保住媽媽 你們的事都犯法的嗎?我幫你保住媽媽 你怎麼做?你怎麼做?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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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做?你怎麼做? 阿飛啊! 送給妳來 prescribe kleine 斯治在對面 你開心 我做甚麼事就讓你走 你 fuck 我都不開心 我都不開心 世界就很難舖 顧幾乘人 打氣要直到 停車要食肆 找到天新的環境 大家都是盡本 覺得對股 最能更加 都選擇 人數不足 即使駕駛 為何 人數不足 方向 他穿紫色長袖三褲,也用香腥劑,最好避免在重臨長時間頭腦 我們要做好個人狼狼招致,也許代表全國的毒名,小致飲隔熱和日本老鼠 他穿紫色長袖三褲,也許來管港,古今環體營將一個床樓的露台 叫他有危檢測,受影響的住戶俱批評,政府安排的臨時收容中心 懷景惡劣,有求求生局重建樓樓 二十多個住戶去到九龍城區議員,寬自民的辦事處和 在電路開會表達訴求,由居民情緒激動,批評幫助安排的屯門 並保持臨時收容中心環境不好,拒絕一注 亦有歸雲反映高棟樓樓的整體結構有危險 希望幫復用重建,取消現時風楼和射路台計劃 短期的職員會說是做一個九龍城,做煎調下的 游下樓,煎調底的光盤 做這些事是建立人,即是建盤面的事 但我們主要實實在在,家屋上是浪漁良 既然這區是優衣服氣的,為何我們不可以優衣服氣的呢? 要封閉的樓樓位於草光環,在令街五十一號,樓齡五十幾年 樓層間隔城幾個間劏房 目語處說,樓樓由五層間原備積平板路台結構惡劣,下個星期申請封閉令擦捨 多個政府部門會提供借泰和安置服務協助居民 樓志健市記者,申發貴報道 小學教師林匯思柳警員事件,教育局局長和黑劍局同心 林老師的行為不能夠接受,但他任職的學校已按既定的程序處理 希望事件告一段落 老師、同學、家長在課程中受了很多的奮約 所以這次完成了整個程序 我覺得已經是贊成校方所說的 指令市已經有一個建立 然後學校會提供一個全力的項目給大學局 在收到這個報告之後 我們便可以根據建立的程序處理 今天是馬尼拉人士事件3年 部分商務局和記者家屬去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 大家請願信 但是領事館方面就沒有人接收 加持續批評,菲律賓方面是得付大約 三年過去傷痛慰望 馬尼拉人士事件面的四單隻 康派領隊謝程俊的媽媽、哥哥謝士堅 和雙姐易小雲等 去到菲律賓駐港總領事館所在的金鐘統一中心 密碼一分鐘 家屬說領事館早前向保安局承諾 雖然今日領事館不辦公 但是會有人接收他們的請願信 但是早上就收到通知不會接信 最主要是答負駕任的 因為我相信去接得公請願信 不是要負責的事 而當你在香港政府那邊的人 去承諾的時候 而去到今天第二天我去全禮 一個人的負責選合 不會接我們任何東西 如果我想信一下 我會看得不出的 不過我成事是去到哪裏 家屬最終由謝志堅代表 將寫上公義未能彰顯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請願信 放在領事館的門內 謝志堅又說 對菲律賓的索償日文過去未有千禮 不知道成功機會有多大 但是會努力嘗試 無線電視記者在林健康那裏 局勢方面 美國第二屆股票交易所 納斯達克遇到 告價系統股上影響 交易一度暫停超過三分鐘 港間所不評論事件 強調系統運作穩定 有3200間上市公司 包括大量科技股 蘋果和Facebook的納斯達交易所 告價系統發生罕見故障 香港時間凌晨0至14分 一名交易員和資訊系統的連接 突然出現問題 破壞了整個系統 沒辦法遇上收集股價資料和報價 納斯達交易所正清 至半小時就解決了事件 要時間和監管當局和市場參與者協調 確保有秩序揮局交易 平均超過三個小時後 收集前半小時才服事 納斯達平均前升31點 收集就升38點 升幅1% 但納斯達交易所本身的股價 就急創3% 納斯達交易所 亦都令到納若股市的成交 收縮去到今年來最少 有些人說 事件影響到市場對於電子交易系統的信心 我們生活在科技界非常困難的世界 而時有些技術失去了 我們問是 我們是否建立了市場的股票 成交易系統的股票 成交易系統的股票 成交易系統的問題 他們的系統始終在港額中比較早 反而部分的系統會否反映了老化 或者房子的居住在港額接觸的問題 這些可能是極致研究的感到 美國證監會主席懷疑的認用 事件嚴重要求國家的所提升技術安全 五輪資大客已經不是第一次出事 究竟錯誤處理社交網站Facebook上市股份 未罰款一千萬美元 是美國當作對單一股票交易所力量最大的罰款 港交所犯人就不願意評論自見 但表示過去發言港交所系統運作穩定 也都已經不斷投資加強穩定性 本節目報告 日本首相安倍晉升有意在9月 中俄和Future的二十國集團中會期間 同園會的國家主席習近平 以暫落交談的認識接觸 安倍晉升上任超過半年 外界一直關注中日關係的發展 安倍曾經要求和中國無條件舉行審論會談 但是中方拒絕 日本共同社報道 安倍可能在下個月初 在俄羅斯聖基德堡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的期間 找機會接觸國家主席習近平 報道引述多個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說 安倍有意在峰會前後 與習近平以暫立的認識交談 安倍也有可能不經中日外交部協調 在會場上連直接向習近平答 報道說 安倍希望直接向習近平展示積極謀求對話的姿態 促逝中方軟化態度 緩和兩國因為釣魚台問題而導致的緊張局勢 如果定是 中國是中日電印領導人的首次交談 日方亦有機會向中方進一步建議 在十月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中 舉行正式的首目會談 報道又說 安倍認為即使被拒絕 都可以向其他國家強調日方有意改善與中國的關係 日本首相官邸的消息人士說 這一種直接尋求接觸的方式可能比起透過內憂不安排有效 中方暫時未有回應 只是說在峰會期間難以進行正式的首目會談 無知電視記者尋規悠悠悠 包括局勢持續共同 穆斯林兄弟會今天再發起示威 向以官方推翻民選總統穆爾西 另外 既求近兩年前 總統穆巴拉克的獲釋被選移到官方醫院軟任 分析說 分析希望軟任穆巴拉克為反政府持歸反彎 直升機載著穆巴拉克離開和禁區兩年的開羅圖拉監獄 轉移到位於開羅南部交區 繼續軟禁區的瑪雅町醫院 直至全國緊急狀態接觸 救護員將穆巴拉克移上救護車的時候 在東戴著太陽眼鏡的穆巴拉克將手套頭 躺在三架床上 而他身邊就有警衛持槍戒備 因為兩年臨時拘留期限已經戒滿 包括法院前一天經閉門審訊之後 決定逼放穆巴拉克 不過多條控罪前身的穆巴拉克 星期日仍然要出席訊訊 其中一項算謀殺害示威者的指控 可能會令他再度入獄 穆巴拉克下跡之後 有支持他的民眾在監獄內慶祝 請將民眾上演街頭劇 動刺穆巴拉克前面血腥鎮壓示威者 分析指出穆巴拉克下跡 可能會令到愛及衝突加劇 因此軍方跌遠近穆巴拉克 向外界展示軍方沒有觀待他 避免擊殺更多反政府民眾上街 包括局勢自從上個月初 總統穆爾西被推翻之後 持續動盪 穆爾西的支持者 今天發起週五列示日 報告民眾上街示威 要求穆爾西服飾 關於檢察部門再大舉拘捕 穆斯林兄弟會的高層成員 當局說 穆青會的關鍵人物 發言人阿里夫已經被捕 當名高層成員也在逃亡時被拘捕 無線電視記者張曉明報道 提供兩萬二的水平 後維公司做好 行指導致最多升二百零八點 之後升幅收集 行李是現在在東北的發展獲大肯看好 要在這裡升超過八成之三 之前有支持升超過八成之二 而中石由公布業績之後就受壓 憧憬受惠無公司的新訂單 庫子康則升超過一成 行指導最新報二萬二千名18點 請給賤請